近日,据媒体报道,布兰尼正式结束了近14年的被监管生活,正式恢复自由。 布兰尼本人也发文,这是最好的一天。 对于布兰尼而言,恢复自由应该是最开心的事情了,他又可以在舞台上尽情地演唱。 据悉,布兰尼可谓命运多传,他17岁就发布专辑走红。 然而正值事业巅峰期的布兰尼与贾斯汀恋情曝光,随后他陷入感情漩涡,分手后被前男友暗讽出轨。 纯真甜媚的形象严重受损,后来布兰尼与男舞伴结婚,育有良子,离婚后又被前夫以亲密视频要挟索药分手费。 狗仔经常跟拍曝光布兰尼的生活状态,让布兰尼十分恼火,他用雨伞砸车甚至剃光头发,之后布兰尼情绪近乎崩溃。 27岁就被送到精神病院,强制接受治疗,父亲则一女儿需要长期服用药物为由,申请永久监护权。 自此,布兰尼也彻底失去了自由,不能离开家,不能开车,也不能恋爱,更不能花费自己赚的钱。 面对这般生活,布兰尼曾失声痛哭,这样的生活对于他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折磨。 如今,布兰尼终于获得自由,希望还能在舞台上看到他,再次听到月儿的歌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